Hello 大家好 新朋友 现在咱们来到佳节地这边啊 目前大家看到这个品种是领风落啊 现在也比较熟了 基本上是6月20多号可以摘了啊 然后现在咱们往前面去看啊 咱们前面这一颗呢 是这个井冈红落 大家看一下啊 很黄了 我啊 果的皮外观颜色啊 比较鲜艳也比较好看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井冈红落 幼稚也是松软嫩滑的这种啊 很不错的 这个这些品种 大家看一下 它的皮比较厚啊 这个井冈红落啊 都是糯米池变异来的 大家应该知道啊 前面这一颗也是井冈红落 这个红了 已经比较熟一点了 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啊 很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鲜艳的 很好看的啊 幼稚也是嫩滑啊 比较嫩的 比较爽的 比较松软的 这种果果用 其实像它的果用的这种肉感啊 口感啊 跟这种糯米池啊 贵味啊 是同一类型的 但是呢 它们的盒都稍微有点大啊 就是比贵味的盒大一点 所以说这个新品种也是值得推广 因为比这种白朗英 白辣好吃的多啊 比菲子酵肯定好吃 大家看一下这些外观外表啊 很不错的 很好看 特别红 特别熟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 这些就是紧张红落啊 前面最前一株那个是领风落啊 然后面咱们再讲一下这个啊 唐夏红 唐夏红的话是特别玩熟的 因为现在啊 那的果才饱满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唐夏红啊 不够熟啊 才才这么大 大拇指大一点而已 所以这个是比较晚的啊 今天就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品种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下方评论